巴黎帕奥总计有22个竞赛项目 每一天的竞技其实都充满了对生命的喝彩跟鼓舞 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 他们也在巴黎帕奥当中大放异彩 而且受到世界各国的瞩目 他们叫做难民队 顾名思义这个队伍是由难民所组成的 他们不只是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还要获得联合国获准的难民庇护 才可以加入这个队伍 加上奥委会的认证 难民队今年是第二度参赛了 上一回在东京奥运的时候 他们已经出现过一次 而且现在这支难民队拿下了史上的第一面奖牌 是由这位女子跆拳道好手胡达迪 他获得了铜牌 胡达迪是阿富汗人 三年前在塔利班开始回归阿富汗的时候 他就逃出了自己的国家 为了能够追寻梦想而且继续训练 他不得不离乡背景 如今站上了帕奥的舞台 受到大家的支持 但是定居法国的他 依旧心细的 是家乡的女子们 在塔利班的统治下 能不能像他一样的自由飞翔 鼓动轻快的脚步再给个飞踢 帕奥难民队女将来自阿富汗的跆拳道选手胡达迪 在帕奥难民队拿下史上第一面奖牌 也是首位在奥运中夺牌的阿富汗女性身具异议 他在赛后表示同牌献给阿富汗籍难民女性 盼慰国家争取自由 这是一面超越运动表现的奖牌 他写下了历史 背后隐藏了深刻的故事 无数人颠沛的生命 以及阿富汗妇女受到限制与打压下 令人敬佩的奋斗精神 独臂女将夺牌 胡达迪形容自己是为自由 以及所有阿富汗女性的人权而战 因为塔利班上台后 女性没有任何参与运动 就学以及其他事情的可能 就连行动也受到严重压迫 工作和旅行都受到严格限制 三年前出生时就少了左臂的胡达迪 面对人身安全威胁 与对女性权益的迫害 决定逃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落脚法国持续接手训练 现年25岁的他在巴黎大皇宫出场时 受到现场法国观众长时间且热烈的欢呼 面对阿富汗的政治困境 他希望能共同为祖国争取自由 大爱新闻 武贵真编译